路加福音第七章 耶稣向民众讲完了这一切话以后,就进了格法翁。 有一个百夫长,他所喜爱的仆人害病要死。 他听说过耶稣的事,就打发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往他那里去,求他来治好自己的仆人。 他们到了耶稣那里,恳切求他说。 他堪当你给他做这事,因为他爱护我们的民族,又给我们建筑了会堂。 耶稣就同他们去了。 当他离那家已不远时,百夫长打发朋友向他说。 主啊,不必劳驾了,因为我当不起你到设下来。 为此,我也认为我不堪当亲自到你跟前来。 只请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避好了。 因为我虽是受派在人权下的,但是在我下也有士兵。 我对这个说,你去,他就去。 对那个说,你来,他就来。 对我的奴仆说,你做这个,他就做。 耶稣一听这些话,就佩服他。 所以转身,想跟随自己的群众说。 我告诉你们,连在以色列,我也没有见过这样大的信德。 被派去的人回到家中,见那仆人已痊愈了。 以后,耶稣往一座名叫纳因的城去。 他的门徒和许多群众与他同行。 临近城门时,看,正抬出一个死人来。 他是母亲的独生子,母亲又是寡妇。 且有本城的一大伙人陪着他。 主一看见他,就对他动了怜悯的心,向他说。 不要哭了。 所以上前按住棺材,抬棺材的人就站住了。 他说, 青年人,我对你说,起来吧。 那死者便坐起来,并开口说话。 耶稣便把他交给了他的母亲。 众人都害怕起来,光荣天主说。 在我们中间,兴起了一位大先知。 天主眷顾了他自己的百姓。 于是,称述耶稣的这番话,传遍了犹太和附近各地。 若汉的门徒把这一切报告给若汉。 若汉便叫了自己的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 你就是要来的那位,或者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位。 二人来到耶稣跟前说。 习者若汉派我们来问你,你就是要来的那位,或者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位。 正在那时刻,他治好了许多患有病痛和疾苦的,并富有恶魔的人。 又恩赐许多虾子看见,他便回答说。 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汉。 虾子看见,瘸子行走,赖病人洁净,龙子听见,死人复活,贫穷人听到喜讯。 凡不因我伴倒的,是有福的。 若汉的使者走了以后,耶稣就对群众论若汉说。 你们出去到荒野里是为看什么呢? 为看一只被风摇曳的芦苇吗? 你们出去到底是为看什么? 为看一位穿细软衣服的人吗? 啊,那衣着华丽和生活奢侈的人是在王宫里。 你们出去究竟是为看什么? 为看一位先知吗? 是的,我告诉你们,而且他比先知还大。 关于这人经上记载说, 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 他要在你前面预备你的道路。 我告诉你们, 妇女所生的, 没有一个比若汉更大的, 但在天主的国内最小的, 也比他大。 听教的众百姓和税吏都顺从天主正义的要求, 而领受了若汉的洗礼。 但法利赛人和法学士却没有受他的洗, 在自己身上使天主的计划作废。 我可把这一代的人比作什么呢? 他们相似什么人呢? 他们相似坐在街上的儿童, 彼此呼唤说, 我们给你们吹笛, 你们却不跳舞, 我们唱哀歌, 你们却不悲哭。 因为洗者若汉来了, 他不吃饼, 也不喝酒, 你们便说, 他赴了魔。 人子来了, 也吃也喝。 你们又说, 这是个贪吃嗜酒的人, 是个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但一切智慧之子, 必彰显智慧的正义。 有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 他便进了那法利赛人的家中作席。 那时, 有个妇人是城中的罪人, 他一听说耶稣在法利赛人家中作席, 就带着一玉瓶香叶来站在他背后, 靠近他的脚哭开了。 用眼泪滴湿了他的脚, 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又热切地口清他的脚, 以后抹上香叶。 那请耶稣的法利赛人见了, 就心里想, 这人若是先知, 必定知道这个摸他的是谁, 是怎样的女人, 是一个罪妇。 耶稣发言对他说, 西满, 我有一件事要向你说, 西满说, 师父, 请说吧。 一个债主有两个债户, 一个欠五百德纳, 另一个欠五十, 因为他们都无力偿还, 债主就开恩, 赦免了他们二人。 那么, 他们中谁更爱他呢? 西满答说, 我想是那多德恩赦的。 耶稣对他说, 你判断得正对。 他随转身向着那妇人, 对西满说, 你看见这个妇人吗? 我进了你的家, 你没有给我水洗脚, 他却用眼泪滴湿了我的脚, 并用头发擦干。 你没有给我行口亲礼, 但他自从我进来, 就不断地口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磨我的头, 他却用香叶磨了我的脚。 故此, 我告诉你, 他的那许多罪得了赦免, 因为他爱得多, 但那少得赦免的是爱得少。 耶稣遂对妇人说, 你的罪得了赦免。 同习的人心中想道, 这人是谁? 他竟然赦免罪过。 耶稣对妇人说, 你的信德救了你, 平安回去吧。 你的罪得了赦免。 把他违戴热, 你偷得了赦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